阿爸媽同聲異口跟女兒說 沒事沒事不用你沒事 屌他老美 今次為了想玩這個小型水上樂園就選了這間酒店 第一次住這間酒店感覺都不錯 第一樓的泳池真是正冷到爆 我們住一七二二室 一起來看看房間 一進門口就是掛衣服的位置 又是一塊大連身鏡真是很開心 有餐桌超開心 有張貴妃椅 比之前酒店那張乾淨很多 但我多數都是不會坐的 不好意思真是拍得很醜 這次拍旅行片都拍得很差 轉來轉去看得眼都花糕了 露台外面的景是這樣的 這麼熱的天氣基本上我都不會走出露台 看下洗手間 空間夠大 棋缸和浴缸分開 浴缸都夠大 洗手間是用電動窗簾 雪櫃的飲料是免費的 零食都是免費 還可以補給 床很大很舒服 床頭燈有不極光的效果 夜晚熄光燈看的確是挺漂亮的 我住兩晚每晚都有開著這盞燈 夠浪漫了 看一下水上樂園 這裡是一個沒有沙的人造沙灘 我最喜歡沒有沙 不用弄到一腳都是沙 向前走還有一個沒有人用的泳池 曬太陽椅 一個微型哥爾夫球場 完全沒有人打的 一起快速看一下這條漂流河 我玩了很多次 人少很舒服 最重要的水不是冰凍的 每次經過瀑布都覺得很好玩 裡面的山洞真的好漂亮 飄下飄下就玩了很多次了 有兩條沙滑梯 一條短一點 一條長一點高一點 兩條我都有不停玩 都很快幾刺激 最高那層是Gym Room 看著這個環境做Gym 應該真的特別有動力 每次上到來都是沒有人的 喜歡做運動的朋友仔 就真是很棒 Gym Room對面就是泳池 一起看一下有多棒 好像包場一樣 這邊還有一個按摩池 水是暖的 看下景色 景色真的很漂亮 無論拿什麼時間上來 泳池基本上都是沒有什麼人 喜歡游泳在這裏真的沒得頂 這裏看上去就是吃自助早餐的地方 玩完水很肚餓 走去Terminal21E肚 商場外面有很多食物的當攤 種類不是十分之多 但都好過沒有 下午3點前他們是未開的 晚上就大概收10點左右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時間 又是隨便找一間餐廳 自己計錯數選了這間就慘了 慘了什麼 待會再說 又是任食啊 港爸最喜歡選任食 不用用腦 又可以瘋狂地吃 電子落單 有相片給你看 不用擔心不懂選 又是蝦 我真的很喜歡吃蝦 叫了魷魚和帶子 蝦就不是很大隻 叫了不同的肉類 很肚餓 一下子都丟進去 這裡用炭爐燒的 吃了幾個醬油蝦 都是沒有賴屎的 現在在這裡幹什麼 他的火長期保持著好像快來死 我都快餓死了 千萬別以為他的火 發發聲很厲害 轉頭的火很快就玩完了 如果你肚餓到混蛋 來吃這一餐 你只會更肚餓 因為他的火真的燒不起 捱不住的 唯有叫熟食先吃 餓到我都不知叫了多少碟醬油蝦吃 這條這樣的仆街燒魷魚 由春天燒到冬天 再燒回去春天都沒燒完 這餐真是飽餓 大家明不明什麼叫餓到飽餓了 太肚餓 真是不應該選用炭爐燒做晚餐 賣單多謝1646匹 喜歡自殺式燒炭才好吃 喜歡有效率就真的不要來了 吃完飯拍拖散步 好久沒來過巴提亞這一間Termino 21 輕輕鬆鬆地繞了一會兒 之後我們就去了碟師 這包芒果乾由曼谷找到巴提亞 終於在這間碟師見到 很多youtube介紹說非買不可 一包155匹 一袋6包775匹 那款就是這樣的 我就不再多介紹了 我覺得最緊要試了才決定買多少 不要一下就買下去 本身我打算買兩袋的 港白叫我買一包試了才決定 幸好我聽港白說 試完之後覺得一般 買一袋分散送給人就夠了 沒有特別需要買多 味道的東西真的好過人 一律建議試了才好多買 走回酒店又買了我最喜歡的西瓜汁 去親泰國我也會買燒魷魚吃 最喜歡吃它的辣汁 第一次旅行在酒店看自己的片 覺得自己真的拍得好嫩好 哈哈 宵夜當然是吃生果 西瓜一般,芒果好吃,甜到不能 Good morning 酒店包自助早餐 這裡是麵包區 種類煩多,不懂介紹 大家自己慢慢看 來吧 飲品都有很多選擇 熟食區 點心區 點心區 西食區 咖啡雪糕區 雜食區 靜食區 接著食區 лекс半醃 泰式区 生果区 沙律区 烧蛋区 我的早餐就是这样了 去到世界各地 只要有鸡蛋我就生存到的了 港版一组炒饭有拍面 真是好乱颠 入住酒店每人会送两个袋币 袋币可以去水上乐园换食 也可以去游乐区玩游戏 夹公仔也可以 换纪念品都没问题 出去看看景 不拍热的可以坐室外 看上去就是游泳的地方 看着这个景色都真是心亢神疑 就算倒塌那么早起床都精神一点 说到好像很早起床吃早餐似的 其实我也是9点半才上来吃早餐 餐厅10点半就收皮了 吃完早餐回房河泳衣去水上乐园玩 露台看上去是这样的 水上乐园要用缓卡卡才能进入 另外必须要有条手绳才能进去 避免借房卡被人走进水上乐园 这个设计挺好 不会压住压狗都能进来 玩了个几两个钟就上订楼泳池 今天更夸张 真是爆肠 任影任由 正到爆 这里是一个朱古尺 又是没人爆肠 又一个湿蒸 又一个干蒸 按键就会有气泡出来 自己一个浸真的爽得爆 水暖嘎有点滑 真的好舒服 看着蓝天白云浸浸的 浸都不想起床 介绍其他游乐园 这里是小童BB区 这里是杂货区 打机打桌球什么都有 留意不可以穿泳衣进来 看出去就是水上樂園 賽車和飛鏢 總之什麼都有些 我和廣爸很久沒有玩這些益字遊戲 難得來這間酒店休息 什麼都玩一下給自己輕鬆一下 大家開心笑一下又一天的 廣爸想在我面前衍生手 我和他說你可以先收一收皮 最終我都拍了手 哄一下老公開心我自己都會很開心 這樣玩一下那樣又玩一下 玩多一會又出去Termino 21吃飯 晚餐吃火鍋 神經病又是任吃 我們兩個吃東西真的有多簡單 不想用腦 不想賺 吃什麼都無所謂 真是最緊要看看跟誰吃的 我和廣爸說可不可以打火鍋得來 不要那麼雞 他說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為了不想想 最後都是照吃 但是我都吃得很開心的 這餐打火鍋真是很普通 所以都沒有什麼好影 吃完去了做按摩 我做一個小時Facial加一個小時按摩 港爸做兩個小時精油按摩 收費可以參考這個價目表 我在下面那層按摩 環境就是這樣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按完了 在泰國做Facial和香港是完全不同的 我就是很清楚才會做 泰國做Facial都是不停按下按下這樣 不至於會很舒服 但是一次都無妨的 按摩總括來說不過不失 都是那句 看你有沒有遇到一個夾你的按摩師 去泰國就是天天都按摩 幫自己充好電 回香港繼續努力工作 賺錢再去旅行 按摩店門口就是這樣了 前面就是碧師 這邊就是走去Terminal21和回酒店 一樣買了魷魚 買了西瓜汁 第一次喝龍眼汁 味道都幾清甜 港爸每次來泰國都會吃的焦焦餅 我叫他做焦焦餅是因為有香焦 吃一點宵夜感覺很滿足 睡覺都覺得睡得軟一點 最後一天吃早餐 酒店走去Terminal21其實一點都不遠 以我的腳這麼短和慢慢走為例 大概5-8分鐘就到了 港爸早餐吃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最主要都是吃雞蛋 港爸經常都說我很划算 喜歡吃便宜的東西 就算我吃7那麼吃都不用怕 剛剛拍拖的時候 港爸看到我的食量差點嚇死他 他說幸好我不是經常吃貴的東西 如果不是當日一定不會追求我 幹嘛吃吃下早餐又會走來趕情史這麼funny 配音配到沒話好說 吃完早餐又去玩一下益治遊戲 如果你想好好休息一下 這間酒店都真的值得一住 酒店各方面的配套都做得很好 最後去紀念品那裏用了些代幣 港爸選了一隻杯和浸浴球 老實說我真的不想要 只會幫我家製造多一件垃圾 四個代幣剛剛好 不斷看一看這間Nest Relax 這間是有溫泉浸的安鮮 在正酒店裏超級方便 疫情的時候我都來過 裏面很大環境乾淨舒服 有興趣的就自己來看看吧 五日四夜曼谷加巴提下之旅就這樣結束了 今次的旅程真是旋到不能 完全是我想要的旅程 去泰國我只是想輕輕鬆鬆 不想好像在東京那樣 由朝閒到晚 不停想一下東西 去泰國真的要好好休息 我有些朋友去泰國 都要拍一萬幾千張打卡照 還要逐張上P 去完旅行好像沒去過那樣 都不知道去來幹嘛 一落到樓下就烏雲密布 我覺得自己好幸運 因為行雷水上樂園就不會開 今天check in的話 就沒得玩水上樂園的了 好久沒去市中心 出去走一會 轉頭回來就去機場 開車不久就變成這樣 是狂風暴雨阿親 劈雷劈到九彩 真是好久沒來過Hilton 見還有少許時間 就過來繞個圈 繞了個圈之後 這個商場真是好舊 真是沒什麼好行 連supermarket都不是特別好行 所以都免費時間再拍下去 出去大家多走一會 走回酒店 由巴提亞直接去機場 大約兩個小時車程 上車繼續跟趕爸說 我們好幸運 為了玩水上樂園 訂了兩萬space酒店 如果因為下雨又行雷 不開水上樂園 一定會覺得很失望 尤其是帶小朋友來的一家大小 所以我好感恩 消費夠指定次數 trip.com送了兩張泰國機場的lunch 不知什麼lunch就去見識一下 一路走走到老年那麼遠都還未到 究竟還要走多久 這一刻我真是好餓 走了三分二個機場之後 終於到達目的地 後面一家三口講宇宙級聲量的國語 我就心之不妙 果然不出所料好冷惡夢 這裡真是沒什麼食的 沒有到我都懶得介紹 大家不斷看兩下 這張薯片夠了我半條命 我差點吃掉了 大家看看算了 當有個地方給你休息一下 最慘是連休息都沒有 宇宙級的國語聲浪 在個lunch裡面 環迴立體聲播放 媽媽開拿著speaker趕電話 爸爸開拿著speaker播劇 扑街她的女兒俗稱扑街女 開著iPad由頭吵到落尾 不停掃到碟 在地上 爸爸媽媽同聲異口跟女兒說 沒事沒事 不用你 真是反眼反到上太空 沒事 屌他老美 不知什麼原因會令你看到這裡 如果你是從頭看到落尾 我真是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你這麼有品味 這麼沉悶你都可以看完 真是多謝你喜歡收看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